这个property的业主为什么卖呢 其实他就有很多frustration 他这个流水其实搞了很久 他用了很多钱 弄过很多次 找了个letting agent letting agent就每次派个师傅来 又说弄好了 找数 弄好了 找数 一直我们都投诉了他 如果没有记错 三四次 直到我要上来 喂 你搞什么 又说弄好了 弄不好 他是因为一直都搞不定 他自己是做银行的 他又不是一个full time landlord 他自己又不懂这些东西 我觉得最worst case 都是一些管是爆了的 不会是什么来的 因为我们有信心 有个team 就是我本人 所以买这个property 他就已经很fed up 因为给了几次钱 去弄 都弄不到 因为其实他找水工来的 水工呢 他又不是木工 可能有些地方 我看到visible 不漏水了 我都不会继续去再去拆 他们没有一阵人 就是那个 还有没有责任 所以这个property 才给我 below market value 跟他买了 因为他觉得这个头痛 我不如抛给别人 又不知道风险有多大 他又省回一些 State agency fee 就是大家都有利益 我又知道我们有信心 fix他那个problem 所以that's why买回来的